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搭配RPG这一款游戏 那主要当然是Miku啦 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是这款游戏的主题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差不多就听到这边啦 如果大家听不够赶快直接来玩玩看吧 我们还是要来介绍一下它的游戏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游戏方式 是什么样子呢 先同意它的一些规范 那这款游戏啊 好像是收集角色卡片 然后可以换服装哦 对于初音控的来说 应该是非常棒的一款游戏吧 那这款好像 应该是免费制 然后不晓得它里面的 有没有什么付费道具 好像有耶 好像是可以抽 抽卡片或是一些道具吧 那它目前正式上架有一些活动 就是今天10月28到11月7日 每天登录都可以得到一枚的 它的初音币 就是游戏里面的算是 应该是商城币吧 你可以多来抽一些卡片 好 停远好像太大声哦 它在读取之后 还是一直放这一首耶 这首是它的主题 PV的歌曲叫做 Rooter's Song 应该会很常听到吧 阿诺日 北边的空 天空突然出现了 一颗星 一颗星球 明知星球啊 出音还有群音 还有连静音连 从星星那边传来的什么声音吗 音乐 声音不见了吗 声音变得变奇怪了吗 声音好像变得变成杂音的样子 有点怪怪的声音 然后村上 城镇上的人都很困扰的样子 哇 哇 真是出V加角色 全登场耶 有点 呃 太好了没有事 然后 很危险的哦 我记得了吗 我记得了吗 太快了 这个奇怪的声音应该是从那个 那一颗明知星球出现的生物吧 你让这些奇怪的声音 恢复过来吧 好 嗯 呃 要不然你 是吗 是吗 对 所以 嗯 嗯 同样的 能力 嗯 叫什么念 能力 在猎人常看到这个能力 突然忘记怎么念 嗯 要跟 有相同能力的 呃 朋友伙伴 一起努力 一起的話一定有什麼辦法的 一起去讓奇怪的聲音 變回來吧 先去找發出這些音樂的人吧 大概是這樣子 他的名稱叫做 MeloP MeloP 是Melody的應該是英文變成日文的一個拼音吧 MeloP 奇怪的名字 謝謝 野菜 像野菜那邊有奇怪的聲音傳來 居然是野菜嗎 奇妙的世界 我可以在任務中取得一些服裝的素材 然後服裝該不會是可以合成然後得到的吧 還要讀取一下 喔他讀取也太久了吧 才15% 衝啊出音 衝啊 停住了 突然跑到一半停住了 加油 完全沒有讀取到 完全沒有讀取到耶 換了他的提示了 使用卡拉奧 Elia No 卡拉 使用的角色跟那個 關卡的屬性是 呃對應的話 道具 呃獲得率可以 兩倍提升喔 喔 所以也有分屬性喔 關卡的也有分屬性 還有角色喔 好出現了 呃失去的音符 呃 呃 呃 這是什麼 某一個什麼筆記本要去搜尋 那畫面上下移動 呃 呃 音符啊 或是寶箱啊 呃都可以探索一下 那 呃 目 目標是終點 要往終點前進 好 然後往上 後下 青菜啦 都長的一樣 咦 這個是什麼 有陷阱的感覺耶 這樣我怎麼過去啊 喔 可以跳 喔 遇到青椒了 遇到一個奇怪的青椒 呃被那個星球影響了 那 我們要把 呃真正的 那個聲音 奪回來 然後要開始戰鬥囉 巴德魯 啊這要怎麼玩啊 怎麼玩 呃 唱歌力對決 那我們 呃 呃 HP0的話 就 就是 輸了嗎 看一下喔 好 報告彈金的卡通 呃 呃 把對手打到HP0 然後我們HP0就輸了 好 然後 卡片的牌組 三枚set 然後先 排三枚 三枚卡片上去 好 點擊然後排上去嗎 嗯 要怎麼排啊 嗯 我秒間 放 三枚 呃 可以放三枚 好 那 它有什麼 順序嗎 嗯 可以使用技能 然後按Skill 就可以發動了 好 要怎麼排啊 嗯 排不上去耶 卡斗三枚選 直接選就好 不用 不用拉 我騙我 啊 不曉得它選那個有什麼 喔好像要排那個對不對 那個星星在轉 然後要 要等它轉到上面時候 再按一下 那個角色上去 那它那個 呃角色才會 比較強的樣子 NICE NICE 喔 能力會變強 攻擊就比較強 應該會有什麼 組合 組合技吧 那 贏了 打敗野菜了 呵呵 好 然後繼續 喔 這個船會旋轉 那 要操作它 喔 上下會相反喔 所以我們要按上 這個是會上下相反,所以我們按下 好,然後這個要按上 OK,到了 這是終點嗎?應該好像還不是耶 應該是傳送點 傳到下一個地方啦 得到一部分的Node了 好像是這首 這是一首歌啦 Magicaru Node是一首歌 那我們要取得這首歌的碎片 才可以把這首歌拿回來的樣子 這是錢耶,金幣 下面是綠路警覺 過不去的,等一下要走哪邊 上面有錢耶 沒有拿到,算了 又有一個青椒耶 打鼓的青椒 Boss燈,喔是Boss耶 這個階段的Boss登場啦 那要注意HP喔,然後 牌組要到頂點 要瞄準那個頂點 就是上面轉圈圈那個頂點 只有5秒,所以不要太久 好,好快喔 啊,太快按了 咻咻咻咻 卡片蠻可愛的 喔,好快喔 欸 啊,按太慢了 不太好抓 不太習慣它那個畫面 哇,左邊是黃金蘿蔔嗎 它會加速耶 它會加速耶 不太會加速耶 啊,有了 啊,有了 啊,解決了 解決青椒魔王 喔 有寶箱耶 喔 拿到什麼 嗯 好像 裡面放了很多東西 喔 要 關卡結束之後才看得到的樣子 喔 喔 クリア 過關了 登 後面太陽好可愛喔 啊 クリア的報酬 得到什麼呢 一個寶箱 還有一張不知道什麼東西 喔 一張卡片耶 新卡片嗎 然後得到一個彩虹的CD 少しだけ 有一些少少的歌曲的聲音回來了 那... 所以吧 君... 呃... まだ君の名前 喔 然後... 聞いていなかったね 喔 還沒有問你的名字呢 喔 現在才問我名字喔 都打...都打過一關了 嗯 一樣叫鬼鬼 鬼鬼 鬼鬼 好 啊 OK 好 好 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ね 啊 先從今之後也多做指教啦 啊 頑童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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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衣服 那... 呃... 練卡片 卡片包好像可以練的樣子 不曉得它有沒有... 啊 有技能對不對 好像剛才沒有用到 對 應該... 嗯... 還滿特別的遊戲 玩法類似像是節奏類的 那... 節奏類有點像... 呃... 像那種轉珠遊戲有沒有 都是... 敵人在前面 然後我們... 攻擊 選卡片攻擊這樣子 有點類似啦 可是戰鬥的方式不太一樣 哇 它這個... 讀取也... 太多了吧 要311要下載 好多啊 那... 看要讀取一陣子啦 我們... 等一下快轉喔 好啦 我們終於讀取完啦 應該是第一次玩 那... 等它讀取比較久一點 那... 我們看一下喔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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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 下隊 然後可以編排卡片 卡片有唱歌力跟防禦力HP 還有那個Cost 就是它的消耗 好 這邊的唱歌力應該就是它的戰鬥力吧 哇 多卡片喔 能不能放大看啊 不能直接切換 好大喔 這張好帥喔 Noble 小惡魔 惡魔造型的耶 然後這張應該是正常形態 紫陽花 它都有一些名字喔 不太一樣 還有這張 Sweet 然後是甜點耶 後面的蛋糕 然後這張是什麼崩壞的嗎 哈畢 好像搖滾歌手的感覺 我以為它是什麼崩壞之類的歌曲 那 K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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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版喔 好 那卡片組大概就是9張喔 好像就9張而已 那Crystal 這是下一個任務的地方 上面還有Imped Imped 特殊 特殊任務 哇 這有點像 像PAD啊 神魔之塔那類的 就是有一些任務 特別任務 跟一些主線任務 好多關卡喔 我的媽呀 我們來看一下 欸 喔 還可以強化 NuNuNu 使用中 好像有一張一樣的耶 這也是要卡片護吃耶 然後要花錢 然後可以得到一點點的經驗值 太殘忍了吧 這也是要卡片護吃的 還有限界突破 應該像是 限界突破什麼 喔 是同樣的卡片 可以限界突破用的 同樣的卡片啊 欸 欸 好像 怎麼好像也是吃掉 不過同樣的卡片吃掉 然後應該會有 就是會加成其他能力啦 雖然我們來看一下 衣服 喔 可以換衣服 之後可以按決定 好 喔 服裝 都只有一套 欸喔 我先拿麥克風喔 那服裝也是有Cost限制 也不能太多 等於高點才能裝 越酷的東西吧 對 目前只有基本裝扮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抽卡 L卡 Lガチャ 這個 這個是什麼 人量抽嗎 好 我們看一下喔 ガチャル 喔 上面的是 喔 傷成幣的抽 然後下面的是 算是有 有情抽的感覺 好 一次要花200 200的那個Point 我們來試試看 好 抽到什麼呢 好 抽到什麼呢 喔 從天空掉下來一顆 音符 喔 是巡音耶 抽到巡音了 喔 喔 好像 卡片組好像沒有它欸 之前沒有得到它 好 我們來看看 抽這個商城的抽 喔 一次要花5枚啊 果然是要花有點多 我這邊只有7枚 那 不過可以收集到R以上的卡片 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稀有的卡片吧 我們來抽抽看 喔 希望是抽到初音的卡片欸 會是什麼呢 喔 從天空掉下一顆 喔 彩色的耶 感覺很厲害 喔 SS 哇 好像很厲害欸 是連欸 喔 SS的連 感覺很猛喔 喔 很猛 很猛又很猛 嗯 SS的連 那我們來趕快把它編排進去 好 換成SSR欸 這應該是最高等的等級吧 最稀有的等級 哇 還有技能 唱歌力1000欸 好高喔 那Cost 呃 消耗是25 那 技能是什麼 全體大攻擊 而且還可以回復喔 喔 是可以打敵人 然後又可以自己回復的 喔 那這卡片叫做 Lane Smile 連的微笑 連的微笑 好 應該 大家有連控的嗎 大家有很愛連的嗎 喔 我覺得它唱歌也還蠻好聽的 連跟靜音的歌還不錯 也還不錯 好 這款遊戲 大概是還蠻多可以玩的 那對 喜歡初音的朋友 應該會蠻喜歡的一款遊戲 而且主要就是 它可以換衣服 應該是一個 收集要素的還不錯的地方 那還有收集卡片 那好像很多種欸 大概好像五十幾張 一百多張 好 那 而且中途又可以聽歌曲 然後又有點RPG的感覺 對 算是融合很多要素 對 喜歡初音 初音控的朋友 呃 千萬不要錯過 趕快來玩玩看 那目前一樣是 這個也是免費有玩的啦 那 呃 它之前有事前登錄獎勵 可以在這邊兌換 然後看一下還有什麼 Play的招待 呃 應該是 喔 還有招待碼啦 應該是就是人家用 呃 輸入這個招待碼的話 你可以得到額外的一些 看一下得到什麼 呃 得到Mikubi三枚 然後還有 呃 兩個長得像肥料的卡片兩枚 對 那大家有玩的話 可以呃 如果找不到其他人 找不到朋友的招待碼的話 也可以輸入安鬼的招待碼喔 這樣我們應該都可以得到 呃 這些 這些東西 然後好像 呃 最多只能 呃 招待20個人 對 最多只能拿20次 那 看一下還有什麼 那我之前有去參加他的事前登錄 那 事前登錄的話 我記得會再得到五枚的那個 他的商城筆 Miku的筆 對 我應該就是可以多一抽啦 哈哈 好 之後再看看 呃 看一下要怎麼玩好了 那再研究一下 那如果有後續有趣的地方 再跟大家分享 那 我們再次初音的這款遊戲叫做 初音未來 迷之音樂會心 對 它 呃 中文的翻譯大概是這樣子啦 那是 呃 阿滋 欸 初音怎麼唸 有點忘記了 Miku Miku Lovey Korekushou Nasou No Ongaku Sui Hoshi 全名大概是這樣子唸 唸起來有點 有點哩哩哩哩哩的 呃 因為它那個翻譯是那種 片甲 呃 是 片甲名的 呃 不太不太確定它的英文是什麼意思 那 呃 不過它的中文翻譯是 迷之音樂會心啦 那這款遊戲一樣是在 日本的Google Play上可以下載 那 如果 呃 沒辦法去跨 跨去到日本下載的話 也可以去 呃 網路上應該也會有人提供一些APK檔案可以下載 那另外的話是可以到QOOAPP 這個專門呃 呃 提供一些日韓遊戲的那個 呃 APK檔案的一個地方 也可以得到一些這個的檔案下載 那就可以直接安裝啦 那對Miku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試試看喔 好 我們這次的介紹差不多就先到這邊結束啦 那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啊 初音剛剛也跟大家揮手欸 這些關卡中步伐也有就是那種 呃 比較大隻的那種就是王 通常都是王的角色 那這種有些 呃 這個遊戲就是小王 有的小王會掉落 那小怪也會掉落 就是可以蒐集成為 成為自己的夥伴 對 那 這個很像球的東西呢 他是冰屬性的法師 他還蠻實用的 Episode 2 他還能也可以 用一些狀態的毛縮 對象很短短的毛縮 那種狀態的毛縮 你也有在下一個